一包卤蛋以及一包榨菜上面印有简体字 这是陆军金防部释出的照片 表示2号在贵山海滩巡查时发现了这个包裹 一次遭不明无人机投掷 后来已遭到驱离 不过始作俑者到底是谁 把茶叶蛋榨菜包好还放上一封亲笔信 中国有民众在社群软体贴出影片 说明他操作无人机的过程以及原因 近日中国无人机不断扰台 是否会让两岸冲突因此升高 2011年的时候我们这边的民嘴说 大陆的人民很穷 吃不起茶叶蛋 所以这是一个 2019年还有民嘴也是一样 说我们吃不起四川的茯林榨菜 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一个玩笑 两岸关系越来越紧绷 自从中国还台军演不断 美国也不断以实际作为支持台湾 拜登政府也第六度批准对台军售 总额高达11亿600万美元 相当于新台币336亿元 外交部我们已经收到了美国政府的正式通知 行政部门也已经通知了国会会对台湾出售相关的飞弹 还有AMX-9X AGM-84L等两型的弹药 以及侦测雷达后续维持 感谢美国政府 他们持续依据台湾关系法 还有六项保证来落实对台湾的安全承诺 台美关系越密切 两岸就越兵雄占围 台湾要自保也要避免冲突升温 反正拿捏都考验智慧 环宇新闻杨阁洋芷玉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